简单就是基本的语法跟结构控制 结构控制主要就是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任何语言都有 一般是有if 如果有一层单一个if 然后如果两层的话就elf 其他语言也差不多 然后如果还有第三层或多层的话 就是中间加elf 不过VPA叫elf 反正语法差异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它的做法都差不多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就是会来讲 这有关基本语法跟结构控制部分 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变数 不过在任何语言一定都有变数 只是说其他语言 跟Python里面最大变数早上讲的 变数部分的话 在Python里面不用宣告 VPA里面也不用宣告 不过VPA跟Python不一样的地方是 VPA你要宣告也可以 但是Python是一定是不能宣告 一定是不用宣告 差别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 你们看人家写VPA程式 奇怪有的人写了很多的宣告 但有的人就是不宣告 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其实都没有对错 反正你习惯就好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程式设计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十个人有十种写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逻辑写出来 程式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特别注意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而且差异性还颇大 所以程式部分千万请注意 不要一直以为有标准答案 或者你要看我的答案 你可以参考 但是你可以 不一定受到我的答案给限制住了 你也可以去想想看 有没有其他的写法 那个写法比较适合 就是说是你想出来的 最好的写法 因为那个是很直觉的 程式最怕就是说 你拿别人的 然后就把它充当是自己的 那就麻烦 因为很多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子 你根本答不出来 你根本就是复制贴上而已 所以特别注意 哪怕是你们学完我的程式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写法写写看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变数一定是不会变的 反正写的方法都差不多 那什么叫变数 反正简单讲起来 这边有一个叙述 不过简单讲起来就是 我要把东西存起来 存在哪里 存在电脑的记忆体里面 弄的地方 只是说你不知道 放在记忆体的哪个位置 你不用配置 你也不用指标 反正就是放在那边就对了 OK 那至于里面放什么形态 Python里面很特别 就是你第一次给它什么 比如说你第一次给它一个整数 那它就int 如果你第一次给它一个文字 那它就是一个文字了 就一个字串 如果你有小数点 它就辅点 诸如此类的 如果你给它一个日期时间的话 那就是日期时间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它会自己去调配 也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去先宣告 让它知道说你这个只能放什么 我觉得这个跟其他语言比起来 就会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 也就是说大数据分析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 定义里面很重要 你的资料来源 有一个不确定因素 也就是说我的大数据分析 我来源不知道是什么形态 我也不知道是文字 也不知道是到底是数字 也不知道是不是小数点 那如果你先宣告 你就先宣告一个数字了 结果来了是一个文字 那你直接放进去就错了 就放不进去了 OK 所以在Python 也许它有它的设计理念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你丢什么给它 它就是什么 所以score如果你丢80 那它就是一个整数 OK 那将来如果你要变成文字的话 记得早上有讲过 你要加STR 如果你要变成数字 整数叫INT 那如果有小数点就float 大概会有这几个 OK 另外的话顺便讲一下 在Python里面的注解符号 所谓的注解应该知道吧 所谓的注解就是说 那一段程式是不会被执行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程式里面 加上一个警号的话 它底下的程式就不会被执行 这点等一下我会demo给各位看一下 像这个后面有个说明 float float 等于香蕉 放进去 那后面有个警字号开头的 后面这些就是一个注解 不会被执行 OK 你不能说你没有警字号 如果你有个警字 你没有警字号 那程式就发生错误了 他说奇怪 你怎么放一些怪怪的东西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点 顺便讲一下 在那个程式里面 就是前后的双引号 你可以拿来表示 这个资料它是一个字串 或者要叫文字了 但是在python里面 你可以用双引号 也可以用单引号 OK 所以有些人习惯文字前会用单引号 你不要觉得他是写错了 那是习惯问题 像我的习惯 因为我以前写过任何程式都是双引号 所以我干脆一律都用双引号就好了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在python里面 文字单引号跟双引号都可以 但是千万注意 不能前面跟后面不一样 你如果用双引号 你就有两个都双引号 你不要一个双引号 一个单引号 那就错了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哪一些可能要注意的 那命名规则可能注意一下 第一个 你的变数名称不能用什么 123456这种 1等于3 2等于5 不对啊 因为你数字就数字了 你不能拿它来当变数名称 但是你可以用A1等于3 A2等于5 有没有 你可以前面是一个英文 后面是一个数字 可以 OK 但是你就不能用数字开头 这个可能蛮多 任何语言其实就差不多 OK 再来 所以也说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 后面是数字OK 再来另外 你的那个符号尽量不要用什么 逗点 据点 或者顿点等等 那些标准符号尽量都不要用 那只有一个比较安全 就是underline 底线 OK 底线可以哦 但是其他尽量不要用 所以 如果你要取什么 A底线 E可以啊 A底线2可以 underline是安全的 除了underline底线之外 其他都不要用 OK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来 那个命名称也尽量不用保留 不能用保留字 比如说 在程式里面if 你不能用if等于3 不行啊 for等于5 不行 那个保留字也不能用 至于哪些是保留字 可能后面我们用到的话 会再陆陆续续跟各位做说明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 比如说加减乘除 这个在程式里面该怎么做 OK 另外的话呢 一样啦 先加减后乘除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如果你要先加减后乘除 一定要先刮 再刮护起来 OK 比如说ABCD这样的 去除方法 应该可以看到 相加嘛 那这个另外里面可能有比较特殊的 像这个层啦 层的话我们以前是这样 在那个程式里面就是一个大符号 OK 那这个层层的话意思是什么 特别注意啊 这个层层两个的话 就是三的平方 那如果三的立方的话呢 就是层层层 OK 特别注意啊 另外的话 这个层 还有特殊的用途 如果你后面是一个数字的话 数字乘数字 那在这边这样啊 如果前面假设是什么 一个文字 一个文字乘一个啦 乘几个的话 意思是说重复几次的意思 OK 在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用法 那个乘 可以拿来乘文字 那意思就是说呢 重复几个文字 等于是 这个后面我们也会用到 那再来的话 底下我们在 讲义里面 有提到这个啦 这个就是person 那person 请问一下这个 这个A里面的结果 应该是多少 这边说 这个person是求余数 余多少 余多少 OK 4除以3 余多少 余1嘛 所以A里面就1 OK 这个person 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 就负语值啦 反正这个算完之后 丢过来丢过来 你们也可以 自己再到 那个python里面 练习 比如自己 用那个 A加 把这个打上去 然后练习一下 把它做一个print 平方 那你可能用pow啦 就是用match点 泡那个方向 你就不能用那个 层层层 的这种方式啦 那可能我记错啦 OK 所以层层的话 是可以做出是 相两层两次吧 嗯 OK 那不然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那个 module Mass Mass里面有个点泡啦 也可以 得到就是 我们要的那个 几次方 二次方 或三次方 如果 这个地方 没办法做出来的话 那我们也许用 那个Mass 那那个Mass 它另外impot 因为 它 已经存在 可是你要用它的话 你必须要impot它 这个后面 我们再来看好了 好 好 感谢观看